每一個客人進來都 其實都要變漂亮變年輕 我們的主攻是在毛髮 指髮 另外就是因為女生 其實通常就是很在意 她的眼睛要夠大夠亮 所以後來我們的診所 主攻是在美化性的指髮 然後其實眉毛直結的這個部分 但因為就是我們的客人 大多數都是女生 我們大概百分之八十都是女生的客人 那我們跟客人最常互動的除了美以外 還有美食嘛 你好 這是我們的多數產品 你試試一下 有這個小美冰淇淋 因為剛好名字也是美 然後那個甜點有時候 會讓客人有點小確幸 那我們現在的員工其實就是說 百分之九十的員工都是 女性員工 所以我比較會將心比心 然後就是會站在他們的立場 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主管 所以我比我創辦人 就是更柔和一點 如果是以我父親來說 他就是可能六日 員工是都不准排休的 但就我來經營來說 我就覺得說 女性員工讓他家庭照顧好 得到家庭的支持 然後他比較沒有後顧之憂 他會他在工作上 他更能去放手去做 像以前我父親常常想說 那個我們訓練他們 就早上兩個小時嘛 就七點上到九點 然後再回去上班 或者是晚上九點再訓練 我們講座九點到十一點 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部分我也跟我父親 先前也跟他阿Q過 他有節奏嗎 一開始不行吧 一開始不行 但是當然就是我掌舵以後 你剛剛睡不到 我也沒 就我 對 我掌舵以後 其實基本上就他說他的 他說他的 但是呢 我還是按照我的節奏下去 節奏下去做 如果說要洗 用用到洗頭肌 自己洗就好了 為什麼要去美法院洗頭髮 現在的客人去美法院 他其實不見得只做那個美法服務 他就是要有人跟他有conversation 有人跟人的接觸 我們這行業其實 最不容易被AI人工智慧所取代的 因為其實顧客到美法院消費 其實他是要跟有人互動 對 跟有人互動 然後有溫度的服務 沒有任何役底的 我只要是超鋪的 超鋪的 舞獄 很愛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